黄牛票炒到200万 TFBOYS10周年开场 时代风俊的前途藏在一张合影里 7月24日 TFBOYS10年之约演唱会正式开票前 周边酒店已经一房难求 更有媒体报道 演唱会的黄牛票开到200万元 今夕二次开票前 一位黄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看台区的代抢费为每张5500元到6500元 内场的代抢费为每张8000元到1万元 已出本身票价约5倍 演唱会开眼前 大量粉丝已经驻扎到场馆外面 为应援做准备 王俊凯 王源 易洋千玺各自的粉丝 都希望拿出战斗力 让喜爱的成员感受到家人的支持 但是 8月4日 TFBOYS线下应援发生了互殴事件 有粉丝疑似出现擦伤情况 TFBOYS粉丝团第一时间出来发文 号召粉丝不要在场馆附近聚集和逗留 严禁在场馆周边站位应援 没抢到票的粉丝 则开始自行组织电影院包场看直播 线下音乐会等应援活动 还有商家在社交媒体上 甚至开始出租帐篷的临时生意 TFBOYS合体的吸经历 显而易见 演唱会在8月6日晚正式开场 粉丝们提前在现场外拉起长笼 准备给偶像们送上支持 然而过于热烈的应援也营造出了混乱的局面 场外有上万粉丝拥挤不散 演唱会结束后 保安也放弃了收灯牌的焦头烂额 粉丝们举着五颜六色的应援灯牌 现场就像一锅难分高下的蛋炒饭 这种夸张的灯牌大战搞得现场一片混乱 严重影响了秩序 粉丝们也应该保持理性 不能为了自己支持的偶像就失去分寸 这样的场面对偶像们也无异 演唱会正式开始后 粉丝们发现舞台上的TFBOYS状态十分糟糕 完全没有平时的活力 不仅出错频频 唱歌的状态也很差 王源 王俊凯 易烊千玺三人全程面无表情 像在应付任务一样机械地唱完歌词就完事 动作也很敷衍随意 丝毫看不出互动默契 难以置信的是 他们连自己的代表作都唱得跑掉 声音无力气 整场像在走过场 观众们深感失望 这与TFBOYS一贯的水准差距太大 最让粉丝寒心的是 三人全程没有任何互动 就像普通同事一样疏离生分 他们站位离得老远 眼神从没对过 仿佛彼此都是温神 仅有的两次互动也是被逼出来的 完全感觉不到默契和感情 网友直言 这种状态就像离过婚的三个人被迫站一起表演 自己唱自己的 互不相干 丝毫看不出这是TFBOYS 简直难以置信 不只是互动差 三人的表情管理也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全程面色僵硬 一副身无可恋的样子 丝毫不见平日的阳光开朗 有粉丝笑言 他们三人就像被老师点名道客代表大会发言 满脸不情愿和敷衍 明明这是自己的演唱会 却一副兴致全无的样子 实在叫人匪夷所思 本该是展现舞技 接近粉丝的舞蹈环节 TFBOYS三人却直接请了专业舞团上台 他们三人只在旁边比划几个动作就完事 完全是敷衍的态度 粉丝们表示很失望 这种带着作业抄的做法是在侮辱观众 作为偶像 怎能把自己演唱会的重要环节直接推给别人 这无疑给TFBOYS败了形象 在中间穿插的主持环节 三人也表现得拘谨生硬 尤其是王俊凯 回答问题就像机器人 完全感觉不到真情流露 有评论笑称 王俊凯被问到对西安的印象时 生怕他直接照本宣客说出西安是个古朴的城市 三人的主持给人一种被逼无奈的假象 更令粉丝恶腕的是 前场两个多小时的演出 TFBOYS三人就仅有两次互动 简直始料不及 两次互动也都是被动的 一次是吹蜡烛时凑在一起 一次是舞台蛋糕塌掉时的笑场 主动的互动完全灵 粉丝表示 他们宁愿舞台上空出来 让他们三人自由互殴 也比这样的虚假表演强 完全看不出一点默契和感情 太不尊重粉丝了 TFBOYS演唱会的混乱情况持续发生 引发了不少争议 相关话题的广场上充斥着路人吐槽 许多粉丝也纷纷表示 这样的情况太丢人了 尽管官方和粉丝后援会都明确表示 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场内外应援 但为了登牌 一些粉丝完全不顾安危 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实际上 在演唱会当天之前 就有王俊凯粉丝和王源粉丝之间 发生了冲突 导致一名王俊凯粉丝被殴打 该粉丝随后发文详性描述了 事件经过 事后 双方粉丝在线上继续争锋相对 直接爱特艺人本尊 完全不顾后果 甚至被警方通报 这场演唱会从开始到正式举办 一直都在发生各种情况 大家聚在一起看一场表演 本应是一件难得的美好事情 至少在现场应该保证良好的秩序 延延 持续发生粉丝之间的矛盾 甚至威胁到了最基本的安全 这样的情况绝对不能继续下去 否则可能会影响到整场演出 这是得不偿失的 回顾起来 2013年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一年 王俊凯 王源和易阳千玺这三位年轻的歌手 相聚于新组建的乐队TF Boys 他们的专辑青春修炼手册迅速走红 其中的主打歌青春修炼手册 更是瞬间成为全民神曲 年仅13 14岁的TF Boys 以其青春 阳光的形象 迅速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TF Boys开始收获了更多的荣誉 他们赢得了无数音乐奖项 包括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 最佳华语团体奖和年度 最具人气男团奖 以及多个音乐排行榜的冠军 他们还连续多年成为 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树立了时尚偶像的典范 除了荣誉 TF Boys在音乐上也不断突破自我 他们推出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 《我愿意》 《十年一刻》等都成为了经典 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们不断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和艺术表达方式 展现出了自己的多样才华 TF Boys的成员们不仅在音乐上有出色的表现 他们还积极发展自己的才艺 王军凯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在电视剧《麻辣变形记》 《盗墓笔记》等剧中担当重要角色 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王源泽以其绘画和设计才华 在艺术圈引起了广泛关注 并在多个展览中展示了自己的作品 易烊千玺也在影视和综艺节目中 有出众的表现 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人 TF Boys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 他们也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他们先后在美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地进行巡回演出 与国际知名歌手合作 他们的音乐和热情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观众所接受 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在音乐和娱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TF Boys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行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们以青年的力量、关注环保、教育、健康等领域 并积极参与相关的公益活动和项目 TF Boys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会 通过筹款和捐赠的方式 支持孤儿、贫困家庭和残障人士 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和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也多次到访孤儿院、农村学校 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另外,TF Boys还积极呼吁年轻人关注环境保护 并参与了一系列的环保行动 他们举办了多场环保宣传活动 倡导绿色出行和垃圾分类 努力传递环保的理念和实践 TF Boys的成功不能离开他们忠诚的粉丝 他们的粉丝也给予了他们无限的支持与鼓励 TF Boys的粉丝团体规模宏大 他们不仅在音乐会上展示着高度的热情和支持 还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 并且组织自发的互动和慈善活动 TF Boys的粉丝与他们一同成长 共同见证了这十年的传奇历程 经过十年的成长和发展 TF Boys已经走过了一段传奇的旅程 但这只是新的起点 他们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可能性 将继续努力学习和成长 追求更高的艺术成就 他们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 将继续以真诚、热情的态度 为粉丝们带来更多美好的音乐和表演 TF Boys十年之约 见证了三位年轻歌手从少年到成熟 从未知道辉煌的成长历程 他们通过音乐、舞台和公益事业 展现了无限的才华和影响力 TF Boys在粉丝的陪伴和支持下 经历了许多传奇 成为了中国乐坛的代表性乐队之一 展望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在音乐和公益事业上 取得更多的突破和成就 继续为大众带来正能量和美好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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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